这个视频我要跟你讲一道与折叠有关的线段最值问题 如图 一只菱形ABCD 它的边长是R M是AD的终点 N是AB上一个动点 将三角形AMN沿着MN翻折 得到三角形A'MN 求A'C的最小值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 C是个定点 A'是个动点 所以关键要搞清楚A'的运动轨迹 那A'有什么特点呢 对了 它是A的对称点 所以A'M永远等于AM M是AD终点 以至AD等于2 所以AM等于1 这样A'M也等于1 好了 M是个定点 A'M永远是1 那A'的轨迹是什么呢 没错 它的轨迹就是这样的一个圆 准确来说 它的轨迹是这个圆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N只能在线段AB上运动 如果N与A重合 MA就是MN A的对称点还是A 所以此时A'P就在A的位置 如果N与B重合 翻折三角形AMN的结果就是这样 此时A'P刚好与D重合 这两种极端情况都确定了 所以A'P的轨迹就是这两点之间的部分 刚好是个班员 好了 A'P的轨迹已经确定了 什么时候A'P最小呢 对了 就是M A'P贡献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想明白 下面我就跟你解释一下 你看 这是不贡献的情况 这是贡献的情况 有三边关系可知 这两只和大于这两只和 而这两段都是半径 可以抵消 所以不贡献的这段 就大于贡献的这段 怎么样 明白了吧 下面就来计算 A'P'C刚好等于MC 减M'A'P' M'A'P'是E 所以只要求出MC就可以 观察一下MC 不难发现它在三角形MCD中 这个三角形的另外两边是确定的 分别是2和1 而且这两边的夹角也是确定的 它与角A互补等于120度 好了 已知这些怎么求MC呢 对了 可以这么做个垂线 这样就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有什么特别的吗 当然有 角MDH等于60度 因此它的三边之比是确定的 已知MD等于1 所以DH等于1分之1 MH等于2分之3 这俩都确定了 就能求MC了 观察一下三角形MHC MH等于2分之根号3 HC等于HD加DC 也就是2分之5 利用勾股定力就能算出MC 算一算 得根号7 MC搞定了 减去M'A'P'就可以了 得根号7减1 这就是A'P'的最小值 搞定 好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如果一个动点 与一个定点的距离 等于一个定值 那动点的轨迪 就是个圆 只要明白了这个 这道题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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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就好办了